- 其实我想聊一下老师自己耶 - 好啊 - 对啊 为什么你会去 - 你是先去墨西哥吗? - 对啊 - 去墨西哥念书嘛 对不对? - 为什么?为什么?为什么? - 对为什么要去墨西哥啊? - 那时候家人没有反对吗? - 还比那时候情伤 - 怎么离开这个伤心地? - 是哦 为什么去墨西哥? - 应该从我是念西班牙文的来谈起 - 因为念西班牙文嘛 - 我那时候就想西班牙文可以做什么 - 比如网商业或是做贸易 - 那我还可以继续读书 - 我想研究拉丁美洲 - 因为没有人知道拉丁美洲 - 我读书年代在学校的图书馆 - 找不到任何拉丁美洲的书 - 天啊 真的找不到 - 可是我们中华民国这么多拉美的包胶 - 那时候 - 真的没有 - 真的没什么拉美的书 - 世界历史里面拉丁美洲大概两页 - 没什么好读 - 就马亚加西班牙就没了 - 西班牙还不算拉美好不好 - 是欧洲 - 对我说西班牙人进去 - 就没了 - 真的是这样子 - 所以就想要认识拉丁美洲 - 所以我就去念了拉丁美洲研究所 - 但是我就觉得应该要用西班牙文来念文学 - 所以觉得想念拉丁美洲文学 - 一开始还是设定去西班牙 - 可是一翻拉丁美洲的小说 - 怎么每个单字我都知道 - 但我内容我看不懂 - 为什么会这样子 - 因为不知道它的意境嘛 - 然后不知道它的历史跟时空背景啊 - 还有很多这个字根本不是西班牙的西班牙文 - 是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文 - 这个西班牙是这样讲 - 这样拉丁美洲就变了嘛 - 就跟我们台湾讲的 - 我们现在讲的国语 - 北京说普通话 - 可是我们跟中国大陆的人也是 - 用词上面也是有点不同 - 当然啊 - 所以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文 - 每个国家都不同 - 这就是在读文学的时候 - 一个蛮苦闷的 -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 - 到墨西哥去读博士 - 因为我想要看一些 - 我觉得很经典的小说 - 那那个时候没有 - 家人没有反对吗 - 哎 家人有问我 - 墨西哥好不好啊 - 有没有什么危险啊 - 我说他还好耶 - 他不错 - 他有玛雅文化 - 所以家人一听到 - 玛雅文化就觉得这可以 - 可是那时候的墨西哥算安全吗 - 我蛮好奇的也 - 其实那时候国际新闻很少啦 - 所以我们台湾没有写什么国际新闻啦 - 到时候我住在美国的姐姐会比较呆心 - 台湾在美国人会对墨西哥都是污名化 - 那我的母亲就问我 - 墨西哥在哪里 - 我说美国的南方 - 我也没讲错 - 她很安心啊 - 因为她去过美国 - 她就觉得那飞机坐一下 - 看两部电影 - 你睡一觉就好啦 - 大家好像都是用这种方法 - 那时候大概是一九几年 - 我是一九九五年在墨西哥 - 那个时候状况是怎么样 - 那时候毒枭 - 大部分还是聚集在哥伦比亚比较多 - 还没有移到墨西哥吧 - 差不多了 - 差不多了 - 解写的过程已经有了 - 开始了 - 因为那时候有空中之王出来了 - 为什么叫空中之王 - 因为她是最早用 - 飞机 - 用T47飞机来走私的 - 她用大飞机在运骨科检到巴哈马 - 然后再转过去到美国 - 厉害 - 读书会有讲到 - 到Normans K在巴哈马那边 - 那时候你在那边的时候 - 其实读书是安全的吗 - 你在Mexico City吗 - 我在Mexico City - 我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- 墨西哥最大的大学 - 是最好的大学 - 那在墨西哥城市上 - 我们也知道 - 哪里有不危险的地方你可以去 - 哪里有危险的地方我们不能去 - 因为墨西哥是山城 - 山城 - 两千多公尺高海拔 - 所以它有一点点有高深圳 - 可是我个人是还好 - 那我每天这样上下学 - 我走其实不远 - 但我走起来就觉得好累 - 我走半小时 - 我觉得好累 - 所以我就决定第二学期 - 就一定要买车 - 我就买一部金轨车 - 我就开起来好愉快 - 然后我的一个老师 - 他就跟我说 - 你要开车的时候 - 一定要把那个钥匙拿在手上 - 到的时候马上一开 - 马上要按上那个安全的锁 - 皮包呢 - 不可以放在你的右驾驶座旁边 - 你锁起来也不行 - 不行 - 一定要放在truck后面 - 这是我们的习惯 - 就算在开车 - 可能听红灯 - 在外面的人看到 - 他们也有可能打破冲进来 - 第一 - 车子上面不可以放任何东西 - 引起人家觊觎吧 - 是 - 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就好啦 - 那你没有闯入过危险的地方吗 - 不小心开进去 - 因为不可能所有都知道啊 - 当然知道哪些地方不能去啊 - 所以一定会先问清楚 - 一定会问清楚 - 还有我们常去的地方 - 如果能走外环道就走外环道 - 因为车速快 - 比较不容易遇到阻牢 - 所以红利的比较多的地方 - 还是蛮小心的耶 - 要很小心 - 老师你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 - 台湾人多吗 - 很少啊 - 我是第一个在墨西哥国立志大学 - 念大帝美洲研究的博士哦 - 我都没有找到同学 - 其实还蛮孤单的 - 那你只好教当地的男朋友吗 - 没有 - 你不是要研究当地文化吗 - 对啊 - 怎么可以不教当地男朋友 - 这样子有很多呢 - 我有很多当地的朋友 - 男的跟女的 - 那都非常好 - 我还有被一个墨西哥家庭收养啊 - 我跟墨西哥家庭住啊 - 那你没有跟他的儿子 - 我跟他的姐妹 - 他的儿子就当兄弟姐妹啦 - 我们非常非常的好 - 我到现在都是他们家的一份子 - 我的西班牙名字叫Rucia - 我们家人就叫Rucia Chen de Romero Romero是我墨西哥爸爸的姓 - 所以我是他们家的另外一个小孩 - 流落台湾的小孩 - 老师你那个谈声音练多久 - 对 老师你的RR超强的 - 你没有谈西班牙文 - 你怎么练的 - 我高中上西班牙文 - 你怎么练的 - 这20分钟就可以念好了 - 这个是天生的吧 - 你们以前西语系的同学应该很多人念不好吧 - 还是念不好而被歧视 - 我们会有打蛇的比赛 - 但我们会有一个句子 - 譬如说 - 那就是没有意义的 - 没有意义的话 - 他就说狗尾巴打破吉他 - 那没有意义 - 就是因为每一个字都是R - 所以这样就可以弹舌 - 老师那你那时候读完书之后 - 你有决定 - 为什么没有决定说留在那边继续 - 可能工作啊 - 或做别的事情 - 其实我很想留在那边 - 可是我又有这种 - 那种离不开家乡的那种使命感 - 我在墨西哥确实是过得很好 - 因为我有拿到墨西哥的国家奖学金 - 所以我生活无余 - 然后当时去的时候 - 其实也有一点点小积蓄 - 所以没有问题 - 我家人是对我很好 - 墨西哥国立志大学 - 我读书完全没有花到钱 - 那我的墨西哥的这个家庭 - 我的爸爸妈妈也对我都很好 - 我是付给他们房租的 - 我是其实在那边租房子 - 我是一个很守秩序的 - 很爱干净的 - 所以我没有把房间弄了乱乱的 - 然后也很重视礼貌 - 譬如我自己去煮饭 - 我也会把它收得很干净 - 也不会偷吃他们的食物 - 蛤?不行偷吃他们食物吗? - 不是家人吗? - 家人就在偷吃食物 - 主动拿食物给我 - 我就绝对不会偷吃 - 我就是过得非常的好 - 他们就是把我当作一家人 - 因为我们就是台湾人的精神嘛 - 很守秩序 - 我不行,我觉得听起来很像媳妇 - 没有我过我个人 - 我出去玩也是玩我的 - 我就是想要把拉丽美 - 这个知识带回台湾 - 我溜达莫歇哥干什么 好